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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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然后第五针 好了 这部分就勾好了 接下来再控开一个针眼 从前面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花瓣 第一个花瓣就完成了 需要勾出六个这样的花瓣来 占据五个针眼 我们继续勾第二个花瓣 在前面针眼里面勾一个短针 然后控开一针 勾上五个长针 然后接下来 控开一针 勾一个短针连接一下 第二个花瓣就完成了 按这个方法连续勾好六个这样的花瓣 好了 请问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六个花瓣勾好之后 最后还剩下两个针眼 我们仍然是给它 控开一针 然后在最后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连接一下 然后把线拉长 我们用缝合针来连接一下 大家看一下 在第一个长针针眼里面穿针 在最后一针的位置这样穿针 穿过去 通过缝合呢 会形成一个新的变子针 扣在第一针上面 我们把这两根线呢 拉出一根来 把其中的一根呢 在里侧藏好就可以了 然后把线围藏在里面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缝合 用这根线 我们先在里侧放上PP棉填充起来 花镜里面也要填充好PP棉 好 大家看一下 把这个PP棉就这样填充好 接下来我们把上面这一部分这样 对应好 两个花瓣扣在一起 然后呢 对用着缝合起来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先把线穿到这个地方 上下这样穿过来 就这样对应的缝合好就可以了 好了 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把上面这一部分封好之后呢 我们把眼睛 鼻子 嘴巴 也全部安装好就可以了 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参考一下 上一期视频就可以了 位置呢是完全一样的 眼睛在第21行到第22行之间 好了 今天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是娟恩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